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莫哈默·沙努西指爆料称 有心人试图将他从国家财务理事会NFC中级出去 让吉打州秘书拿督诺里站取代他的位置 他透露 这些人试图利用他对联邦政府的批评 向吉打州的统治者游说 以达成这个目的 沙努西在周日出席 吉打州务大臣与游子一起开斋活动后 向媒体发表了上述言论 他表示 国家财务理事会是依据联邦宪法第108条文设立的 有首相或有首相指定的其他部长领导 各州的统治者或州元首则委派一名代表 他强调 任何试图将他驱逐出理事会的人 都将违反该理事会的协议 尽管沙努西没有透露有心人的身份 但他暗示此事并未实现 因此可能无法提供证据 他表示 我必须先发制人 我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他也强调 他不会允许任何人 试图将他挤出国家财务理事会的职位 对于乌统寻求国家元首特赦前首相纳吉的举动 政治分析员持不同看法 有分析认为 乌统在即将到来的六个州选举时这么做 并非聪明之举 塔斯玛尼亚大学亚洲学院主任 詹运豪说 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反对纳吉获得特赦 乌统寻求特赦 可能会导致国阵和西蒙在州选中失败 甚至会破坏首相安华的形象 詹运豪告知自由今日大马 乌统的做法可能会被国盟攻击 以此宣传乌统 为了帮助纳吉而支持贪污文化 此外 纳吉仍然被卷入官司中 因此在这个时候寻求特赦并不合适 另一方面 努桑塔拉学院高级研究员战略研究 阿兹米哈山分析认为 乌统的做法不会对该党的选情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联邦法院法官已经裁定 纳吉面对审判的不公平 因此寻求特赦并不是基于乌统支持滥用职权 他说 对于国盟利用乌统寻求特赦纳吉来作为周选的议题 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 反而可能会让人们认为国盟在挑剥离间 试图挑起西蒙和乌统同流合污的课题 首相署国会与法律事务前部长 拿督斯里旺朱乃迪指出 如果纳吉未能获得特赦或缓刑 根据2000年监狱条例第113条文 他将必须等待至少两年后才能再次提出申请 这意味着 如果他不获批准 他只能在2025年之后再次提出申请 然而根据2000年监狱条例第45条文 监狱官员将定期为囚犯准备报告 这些报告将包括囚犯的行为和身心状况等信息 从而帮助决定是否给予特赦 旺朱乃迪接受新海峡时报访问时指出 申请特赦的程序需要向国家元首提交申请书 特赦局成员包括首相、总检察长和另外三名非政治人物 特赦局将出席由国家元首主持的会议 向国家元首提交汇报和报告 国家元首将根据智慧和判断做出决定 决定可能是赦免、减刑或缓刑 旺朱乃迪说 如果一个人获得特赦 他所有的罪行将被一扫而空 仿佛从未犯罪一样 在宪法中 没有全特赦和半特赦 当一个人被特赦 就代表他获得完全的赦免 旺朱乃迪表示 即使国家元首和纳吉都来自彭亨 但这并不会产生利益冲突 因为联邦宪法第42条 已经明确规定了国家元首 在全国特赦局的法律地位 寻集元首 是否可以将主持特赦局的权力 委托给副元首 旺朱乃迪回答 联邦宪法并没有具体规定这个问题 他说 虽然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副元首 是否可以执行有关权力 但元首不能将有关权力 委托给副元首 旺朱乃迪也不同意 安华在特赦局中的角色 存在利益冲突的说法 他解释说 首相或州务大臣必须在国家阶段或州阶段的特赦局中 这是联邦宪法明确规定的 他强调说 只有在特赦局成员与特赦申请者有家族关系时 才可能存在利益冲突 他指出 最重要的是 元首在王氏特赦的申请上拥有绝对特权 无论特赦局的立场如何 或者总检察长或监狱局总监提出什么建议 元首在联邦宪法下的权力都是绝对的 不受任何无关事情的约束 前总检察长丹斯里·阿布达利表示 前首相纳吉获得特赦并非不可能 但特赦委员会需要考虑到纳吉正在面对的其他四宗法庭案件 避免国家元首仓促作出特赦决定 阿布达利在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采访时表示 一旦纳吉获得特赦 却在另一宗法庭案件再被判有罪入狱 将使之前获得的特赦无效 因此 特赦委员会需要考虑所有案件并根据《联邦宪法》第42条文 参考总检察长的书面意见 以便做出明智的决定 特赦是由国家元首做出的最终决定 首相需要提出建议 哪宗案件最适合得到国家元首的特赦 其他成员也可以自由表达意见 但首相的意见占有很大的分量 阿布达利举例说 前首相敦马哈迪在2018年担任首相后 为当时被监禁三年的现任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争取了国家元首无条件全面特赦 这显示出首相的意见非常重要 针对乌统寻求与国家元首会面 以便提呈特赦纳吉的备忘录 阿布达利表示 特赦委员会需要设定申请特赦的期限 让委员会成员和首相发表意见 此外 宪法专家拿督望阿莫法兹表示 罪犯是否能获得特赦取决于国家元首的智慧 总检察长会准备一份书面意见 给特赦委员会参考 其中包括法庭的情况等其他方面 例如谋杀案的罪犯被判有罪 苏丹会咨询死者家属 若死者家属选择原谅 那么苏丹也会赦免 因此 特赦是取决于陛下的智慧 一党莫哈默法瓦兹上周五 已到冰岛东北县警区总部录取口供 你协助调查涉嫌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课题 根据马新社报道 莫哈默法瓦兹 今日针对内政部长塞夫丁指 仅已开档调查他及一党主席哈迪阿旺 发表种族言论课题一事 这么回应 莫哈默法瓦兹指出 他是在上周五下午三时 到东北县警区总部录取口供 他说 警方正在调查有关课题 他也已经录共註查 我不要针对这课题进一步发表评论 因为在调查中 我也不记得 何时发布贴文 及何时被我的面子书管理员删除 这课题没什么 是刻意被挑起 它不是新课题 未经许可不得了